李广正在大口猛吸烤羊肉 魏青也拿刀子把一条香喷喷的羊腿切成四块 看着柔嫩劲道的羊肉完全展开 然后撕下一块放进嘴里大口朵银 李广还在那啃羊腿啃得开心 两人简直表演大型吃过现场 汉武帝好奇或许并为何只喝酒不吃肉 他表示自己不喜欢这种狼吞虎人的吃饭 而打仗的时候 他喜欢多带上锦铃刨厨 几个人都听傻了 李广第一个不服打仗带厨子 搞特权 为将者怎能不与士兵同甘共苦 小霍却表示 当将军的最重要的是闪攻罚过 并不一定要和士兵有同等的待遇 激起士兵对胜利的渴望就已足够 此时大将军魏青插话 表示和士兵同甘共苦还是需要的 带兵打仗 需要的绝对不是行人意 将帅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赢 仗打不赢 就是天天和士兵同甘共苦 也是个无能之将 小霍这一波毫无顾忌的愣头青发言 怎料汉武帝竟然表示同意 李广瞬间感觉实在内涵自己 毕竟当老板的 大部分都是只看结果 谁管你过程有多辛苦 刘彻亲自允诺给小霍准备预出 但条件是霍去兵必须击败魂邪王 修图王 打通河西走廊 为此给霍去兵调动一万起兵 可以在几十万汉军里随便挑选 小霍兴奋的不行 一句话 准备一定要细 出生前 就要亲自点验 臣明白 那臣 就先等陛下 派来的抛熟了 那么问题来了 霍去兵的带兵理论和魏清李广的带兵理论 哪个正确呢 汉书记载霍去兵带兵时 自己把吃剩下的肉随意丢弃 许多外围士兵在挨饿 这就是现在典型的职场狼性文化 狼性文化有点是在顺风时 大家争先捧后立功 因此效果齐佳 但缺点是一旦陷入逆风局 失败崩溃的几率也比走稳妥路线高得多 霍去兵之所以三战三截 这与他的部下装备精良 并且有许多匈奴人是分不开的 特种部队适合搞狼性文化 推广到全军 效果就很差了 李广的孙子李明的是他爷爷的带兵方法 以五千步兵硬扛匈奴八万人 被攻五六天 以阵亡两千人的代价 击杀几笔匈奴上万人 有需撤退到汉军边塞百日旅之地 如果不是剑雨用光了 加上有小兵投降敌人 也不会全军覆没 一风局如此钢铁般的军纪 不和士兵同甘共苦是办不到的 很快获取病就组织起自己一万人的部队 核心领导九人 其中由李广幼子 同样以勇武文明的校尾离改 出生在九元郡 被匈奴五六后逃回的英姬司马赵昆奴 除此外还有匈奴归义 英纯王傅禄之 匈奴归义楼专王一级前 匈奴匹王昌武侯赵安基 加上随他第一次出征的八百其中的四位军侯 匈奴降高不时 普多徐自为 从小被匈奴捕走的汉人行山 九人中有六人都是匈奴人 很快汉武帝亲自前来检约部队 抬头这一幕真是帅诈了 他首先检约的是英姬司马赵昆奴 接着发现一位将领所用武器与汉军大不相同 武帝便让他把武器展示展示 乃是强武 勾刀 短锤和月牙斧 此人正是获取病 仗下匈奴六将领之一 除了匈奴将领 还有枪人将领 此人长得十分弱小 但获取病 亲自介绍他的外号是余地图 闭上眼睛只靠鼻子 都能找到水源和方位 那要不是跟上领院的猎犬本事一样大了吗 比那还强 上领院的猎犬最多也就在长安周围散坡 江人骑兵可是纵横草原与河西 小霍得意洋洋介绍 他挑选的骑兵都有自己的本领 有几个人上马是骑兵 下马是兽医 此次出征河西 穿越草原山脉沙漠 如果军马生病 那无疑会大大拖慢行军速度 待兽医的好处就不言而喻了 刘彻夸小霍年轻人脑袋真是灵光 如果再多读点孙子武器的冰法就更完美了 怎料小霍现场表示 行军打仗要因地制异 靠死读兵书不一定能打胜仗 赵霍和马苏感觉不要点名了 汉武帝也是又惊又喜 也就是你霍去病敢这么说话 你很像真 骨子里像 霍去病歪头的动作是真的帅